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谈谈 美国卖台阁湾的武器能够打仗吗 最近美国好像就是 就说好像就给台湾 好多武器都愿意卖给台湾 那么台湾的绿营跟独派呢 非常高兴 好 我就来跟大家谈谈这些武器 在谈这些武器以前呢 我先呢 跟大家做个打油丝 这个打油丝呢 就叫做台湾向美买武器 军人越看越泄气 花了大笔新台币 买了一堆烂东西 那么这个呢 我是不是乱讲呢 我是有证据的 我可以说看美国卖台湾武器 我看了有50年 我是50年代生的 那么他买武器我可以归纳呢 那就是呢 20个字 他就是能敲就敲 能烂就烂 能混就混 能拖就拖 能耐就耐 他钱敲诈很大 然后东西很耐 然后中间过程给你推啊拖啊 对吧 到最后呢 维修什么呢 他说耐 不能炸 就这样 我就以最新的武器来讲 台湾现在最新来讲 空军 空军呢 我们知道台湾最那个人 就是这个啊 就往这边上个图 就是F-16战斗机 F-16战斗机呢 在台湾呢 是分布在就是说 这个嘉义 跟这个 这个花莲 这两个地方 就台湾东西面的 这是一个阻力 那么F-16呢 可以说呢 这十几年来 一直跟美国讲 就是这个飞机呢 要升级 就是这个飞机要升级呢 在2014年呢 美国答应要协助了 台湾这个F-16升级 那么呢 台湾呢 把那个啊 整个呢 都改了 装备都改了 可是改了 要等美国一个什么东西呢 要等美国的 叫做电站夹舱 这个电站夹舱 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说 你飞机带的这些导弹 这些东西 这些电子设备啊 它电子要有一个防护保护 那你要装新的东西 你一定要有这个新的 电子这个防护 这个一个保护 叫电子夹舱 电站夹舱 那么美国呢 它答应了 它答应了 所以说要给我们 结果就在 上个月 3月15号 台湾军防大单位 发了一个很奇妙的消息 这个消息怎么说呢 这个消息就说 美国答应我们的电站夹舱 那家公司呢 不生产了 那么不生产了以后呢 不生产了以后呢 所以呢 没有办法买到 那没有办法买到呢 他还很阿Q的说了一句话 因为这个我们预算什么都没有编 没有给他们 所以对国民纳税钱没有损失 这是什么笑话 这五年的时间不叫损失吗 还有一点 你照着他的夹舱 你把它改了 装好了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 就要买另外一个电站夹舱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阴谋 他本来卖你这个 可以赚500万 但是呢 他最后这个不生产了 然后你那个规模好了 你必须买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他可能赚你800万 这就是美国就是门敲就敲 第二个呢 我们谈到海军 那么在台湾海军呢 最重要的呢 叫成功级巡防舰 那么成功级巡防舰 就是在我这个图呢 这个 对不起啊 这种军事东西 我不能弄得太详细啊 不要到时候 我被这个绿营政府 给我戴帽子 收不了啊 这个台湾这个叫成功巡防舰 那么成功巡防舰呢 在台湾呢 照美国这个派理舰 实行的 这个舰呢 他总共有十艘 这十艘他的基地呢 是在这个马公 澎湖 大家知道 台湾在过去啊 一些一段的事 是澎湖 澎湖以后金门马祖 然后大陆 所以等于他集中在这里呢 这十艘巡防舰 等于就是整个呢 保护台湾海峡 这一带 那么这个舰呢 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舰 我给大家告诉个秘密 他呢 第一舰 是1993年造的 第八艘是2004 当时是造了八艘 造了八艘呢 那么在2008的时候 2008的时候 这些军舰才 等于说是五年到 五年到十五年 很新的军舰呢 那个时候呢 台湾呢 展示了雄风三飞弹 展示了雄风三飞弹的时候呢 那个日本人很厉害 日本人忽然发现说 台湾的成功号 以前呢 是放这个雄风 雄风二型飞弹呢 雄风二飞弹的 那个发射器啊 忽然加大了 所以日本人就警觉到 可能台湾这个巡防舰呢 要放这个雄风三 这个飞弹 各位你大概想不到吧 日本好像跟台湾很好 但是呢 1990年代 因为钓鱼台的事情 所以日本在国防上呢 是把台湾当假奖敌了 你大概没想到 对 他是把台湾当假奖敌 所以他当时呢 是很紧张 说如果呢 台湾这个成功旗巡防舰呢 装了这个雄风三的 这个这个飞弹的话 对日本会有危险 然后呢 没有多久 后来我就发现呢 他这个日本这个人呢 他就很轻松 很轻松 我就现在去找这个军人呢 我就找他喝酒 那日本人你一定要注意 他喝酒后 他什么话都说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 他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 他什么话都说 说的是假的 因为他三国也一看得很熟 所以他怕你去刺探他的情报 所以他去学周语装罪 所以你千万不要当讲干 但是呢 如果呢 他事情解决了 他讲的话是真的 后来他告诉我 他说他们发现了 台湾的成功级巡防舰呢 已经有试射过 雄风三号的飞弹 但是呢 结果甲板产生 就是说一个军列的现象 那为什么甲板会产生军列的现象呢 那就是我们这个舰 他当初到美国那个设计呢 上面呢 是有一个问题的 那么成功号军舰呢 他的问题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是钢子的舰身 他的舰身是钢子 但是他上升结构的是铝合金 那铝合金有个什么作用呢 铝合金呢 就是说他可以啊 这个 就是说他轻巧 他在这个转动比较快 转动比较快呢 可是他有个很大的问题 1982年呢 福克兰战争的时候啊 阿根廷说有一个 飞鱼反舰飞弹 把这个英国那个 四二型这个雷霆弹驱逐舰 叫雪菲尔号 大家知道那个飞弹一射 那个舰 那个舰整个得被烧融化掉了 这个飞弹厉害吗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那个飞弹没有爆炸 打到了 没有爆炸 但是呢 他这个飞弹剩下的那些呢 那些燃料呢 失火了 所以雪菲尔号是被溶解的 为什么 因为铝合金碰到高温 很容易融化 那么呢 这就是台湾呢 这个成功号呢 被到美国派 美国派里舰的技术人员 给台湾指导的就是搞了这个军舰 那后来台湾觉得军舰不够八艘 希望有十艘 又跟美国买派里舰 那总觉得说 美国的派里舰会比台湾的成功号好吧 可能好一点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 为什么美国的派里号军舰 它绝不服役超过二十年 它一定是十九年 有些军舰 十九年就退伍 就卖给别的国家 它自己不用 为什么 因为铝钢 合金的东西呢 它开始运作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二十年的时候 会有疲乏 就是钢的这个弹性疲乏 跟铝的弹性疲乏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常常讲 三四岁的小孩 跟三四岁的狗 一起跑是可以的 但是我问你 十五岁的小孩 跟十五岁的狗 那个老狗能跑吗 那么一两岁的小孩 跟一两岁的狗能比吗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性能不一样 所以钢跟铝 它的疲乏跟什么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它就把这种剑 卖给台湾 而台湾这种剑呢 我也问过 上次那个横空教 我问日本人 就这个剑 日本人讲了一句话 你不要说打仗 你演习都不能演习 因为你已经产生这个军战 你演习是设施 你那是演习产生军战 你敢演习吗 所以你只能演戏 演戏假装有那么一回事 那么再来呢 最近最快的最近 美国呢 在陆军方面呢 它卖给台湾真式飞弹 就是我做上这个 可以放在肩上 它呢 可以射成呢 15000公尺 也就是说这个飞机呢 如果快到 绑在肩膀上 就可以把这个来的飞机打掉 它是这个 好了 这个飞弹 有什么诀窍 当军方很神奇在讲的时候 我从来不参加台湾军方的这个会议 因为我怕他们栽账 说我泄密 很多资料是我告诉他的 他到时候说是我开了会 是我透露他的机密 所以我从不跟他们那个 但是他们有时候私下来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这次买得很成功吗 他在台湾的报纸宣布 第一次卖 是给我们这个 250个飞弹 然后呢 108个发射器 我们还有第二笔 要卖我们1300个飞弹 然后670个发射器 我就问他 你108个发射器 250个飞弹 一个发射器 平均两个飞弹 你670个发射器 1300也是 一个发射器 两个飞弹 我请问你 等于一把枪两个子弹 你干嘛 你要不要试验一下 你试验一发 剩一发干什么 自杀用啊 我说你们怎么被 美国人这样 发射器是这样子 配飞弹的呢 那我另外告诉他 第一次汉光演习 台湾第一次汉光演习 很高兴 要跟大家讲 我们有了 空对地飞弹 那三十几年前了 空对地飞弹 就在演习的傻 空军说 我从来没有 受过飞弹 刚到手啊 那我打不准 多难看啊 后来说 没有关系 我们下面买了炸药 你那边一打 一按 我们说上面 关理台说 现在空对地飞弹 发射 我们下面就爆炸 那你就射了 后来就和那边讲说 可是我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也不能丢飞弹 那怎么办 最后我跟大家报告 放了一袋面粉 这边一讲发射 那边就把面粉一撒 空空一看 哇 烟雾 然后下面 爆炸了 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卖这个武器 你总要试验几发 所以你美国最近给台湾 很得意的这个武器 竟然是这样 所以我有一种感觉 你卖给台湾的 是不是要台湾军队 自杀的武器 谢谢大家